现在我们在位于四川省 饲养师的用户家中进行产品的实产安装过程 我现在将整条生产线相关的设备部件进行简单介绍 首先这是自来水的进水口 这是自来水 我们简称原水罐 这是二二五反渗透的水处理设备 容器是每小时五百升的 这是通过处理以后的去泥子水 下面安装有零用去泥子水阀门 中阀门 这是紫外线 骨子是杀菌装置 下面是水自动进料装置 这是反应符主机 左边电机为搅拌机 右边为高速的泥子 右边为高速的泥子减血分散机 这是人孔 减成进料孔 这是夹层陶的水位标志 这是夹层加热装置 下面是螺杆 这是小羊取样装置 也是高浓度产品 排尿口 这下面两个投出部分为加热器 每个加热器的加热供应是三千瓦 总共六个千瓦 设备下部有总控制法 然后有取样法 现在所看到的是取小羊回流口 然后成品从这边排出进入孔立器 然后进入成品储罐 这边是连接罐装机的 接口 后面配套的有空压机 我们再看看后面 管道的链接 这个管道 阀门主要控制夹层陶用水 这是夹陶的排气孔 千万不要封闭 这是成品 精水 控制法 成品水 从这里进入 下面 有排污管道 水处理器的后面 可以看到 这一根是排污管道 接入主管道 这边最左边的是成品用水 这一根是肥水 最后通过主排污管道 排出 室外 这是圆水罐后面的 控制法 然后圆水 通过几部 这个管道 直接 直接 接入 水泵 然后进行反渗透水处理 再将详细的设备操作 来进行实际的运作 这是 自然水 这是水 处理设备 现在我们打开水 处理设备 开始水净化 第一步 打开电源 开关 第二步 打开原水 开关 也就是自然水 开关 高压 就是高压 好 我们现在只是 已经0.2 这个时候 我们打开高压 不开关 好 水 开始处理 左边 原水 自然水的电导力 是548 水的质量相当差 如果有条件的科普 会在前面加沉电池 然后这后面是 纯水的电导力 现在电导力 在不断的下降 水的质量 也在不断的进化 前后 是处理前后的水的电导力的对照 如果水的电导力特别高的时候 原水表上面是不显示的 就是处理以后的 然后处理以后的水经过这个管道到这里形成去泥子水 然后 这边上面有紫外线杀菌灯管 打开没有 打开的 然后经过过载石紫外线杀菌 然后水净凉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生产一锅洗洗洗洗洗发水 现在这是70公斤水 我们只要打开开关 水就开始净量了 哎 这边 对 左边 向左 好 现在水开始净量 打到水的净量要求后 净量器自动停机 对 好 好的 mon 好 我们现在打打了70公斤水 我们现在刚刚的70公斤水已经加入到这个反应斧 这个反应斧上面有一台搅拌机左边右边高速的离子剪接机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打开设备 上部队两个电机一个是搅拌电机一个是乳化电机同时打开 打开 打开 乳化电机这个乳化电机中间那个对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加料加入风料加一滴切 加一滴切 现在加入的是进水进一滴切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打开设备的收封开关 下锅 羊鲜是千万说容易 再加入乳化硅油 加入 氨鸡硅油 现在加入天才键 BS-12 按下 按下循环泵 按下循环泵 现在我们的产品 就要进入 成品处冠 这是装装生产的成品洗法相簿 类似于漂柔海对四 按下 ging 按下循环泵 採二 二 一 二 你会有的 你会有的